在奈米硫克力的合成实验中需要配置AB2溶液它的组成如下 A溶液它是用1M的硫带硫酸钠2毫升加稀释后的清洁剂5D再加水20毫升 B溶液是使用浓度2.0的盐酸溶液2毫升再加水23毫升 首先从雷射笔照射分别观察AB容易是否出现光束 其次将AB的混合之后再观察是否出现光束 系统观止实验的叙述哪些正确 首先我们看到A选项 不论是AB或混合容易都可以见到光束线 那混合前它是真容易 那是没有停德尔效应的 光束线就是停德尔效应 混合后才会产生奈米流利才能观察到停德尔效应 所以看起来A选项是不对的 再看B 奈米流颗粒的合成原理可以用停德尔效应来解释 那停德尔效应呢 仅能确认奈米流利的存在 跟合成的原理没有关系 所以看起来B选项也不行 接下来看到C 合成反应中添加清洁剂 可使奈米流颗粒分散在水中 那我们知道清洁剂分子可以包含硫的奈米粒子 那可以稳定分散在溶硬之中 这样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观察到停德尔效应 所以看起来C选项正确 再看猪 这个合成实验的时候会出现次比的气味是二氧化硫的味道 那SO2的确具有刺激性的气味 看起来猪选项没有问题 再看1 此合成实验中所得到两种含硫的产物 两者的硫具有相同的氧化态 那该实验的反应是如下 硫带硫穿根加上氢离子产生硫加SO2再加水 那刚才看到SO2具有次比性的味道 那这两种含硫的产物之中 那一个是零 这个元素是零 SO2的硫是正式 所以氧化态不一样 从以上本题的答案就是C 猪 如果鑫的东西 Spike是 дальше等会的话 然后休息一下 这里可以继继的硫的硫令 是在一个温柏只能够